拿点我写那些废纸啊,在这念念。 这个是辐射,辐射是radiation, 学业,学业学呢是,学业学这里边有ology, heimatology,智慧呢是wisdom智慧。 大概去啊。 但是这加拿大总理这个名字哈, 人家就管的叫那个小土豆啊。 就是说这个词呢,粗豆,粗豆,粗豆就和土豆有点。 他是justin,他是总理啊,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就是prime minister of UK, 这是说这个英国首相,UK啊,UK就是英国。 英国首相啊,曾经有一个是年轻的印度裔的小伙子, 现在他不是了。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汉语说成什么呢? Justin,Justin,这音译音译多好,特别接近。 特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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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总理。 总理就是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这是佛手瓜。 这个轮胎的花纹怎么说? 就是你那个汽车轮胎啊,还顺便说一下啊。 以前汽车轮胎,它都有内胎,有外胎。 现在基本上啊,我还没发现有那个,有内胎的了。 一般的车都改成就一个外胎,它就能够让这个冲上气以后, 它就能够让这个气没有漏气的地方,就保持这个。 这个技术很先进啊。 以前都得有把内胎搁进去,然后再把外胎再上上,是吧? 你卸胎的时候也是拿扎了眼了嘛的,补内胎。 当然有时候也得补外胎。 内胎呢,你得卸外胎的时候,把外胎卸了,再把内胎拿来再补,拿胶水啊。 这个,这个花纹呢,就是tire tree。 他这是说呢,还剩下多少胎面,轮胎,花纹。 这胎,它可以翻成胎面,还剩下多少胎面。 你特别薄了,那肯定,见到狮子,它就有可能扎破了。 别说见着那个带刺儿的那个钉子啊,或者螺丝啊。 它那新胎它就不容易扎破了,对吧? 它是厚的嘛,硬的嘛。 所以这个英语啊,他就这样问,你那胎是新的是旧的,还剩下多少花纹呢? 这没骂,花纹刹车都不灵啊。开起来它也要打滑啊。尤其那个下雪天,是吧? 所以他这就问了,how much trade is left? 就是left 是,还留下多少花纹? 你这轮胎,这个视频咱先做到这儿。你看,那边的风景多棒啊。